哈囉,我是Veer關到維,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 今天我為你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爵士音樂家叫做 Charlie Parker, 我們要聊聊 1940 年代很流行的 Bebop 風格, 以及還要教你一個好和弦頻道從來沒有講過的音階喔! 這部影片是由 2020 年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贊助播出, 從 8 月中到 9 月初,兩廳院即將舉辦一系列的精彩爵士節目, 有好多不同的主題風格,像是咆哮精神、女性爵士音樂家拉丁曼波等等, 除了有三檔在國家音樂廳的精彩售票演出之外, 還有輕鬆的爵士下午茶,跟免費的夏日爵士互外派對唷! 你還記得去年好和弦有一部台中國家歌劇院贊助的影片嗎? 在那部影片裡面我們介紹了天才作曲家蓋希文, 蓋希文十歲才開始學鋼琴,但是十五歲就能夠在音樂圈做到薪水還很不錯的工作, 二十歲就成為了有名的百老會音樂劇作曲家, 後來更是寫了《藍色狂香曲》跟《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等等的大作。 那在今天這部由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贊助的影片, 我們要再介紹另外一個美國爵士音樂的天才,叫做Charlie Parker。 有不少人認為他是整個爵士音樂史上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人物, 今天的爵士音樂會長成現在這個樣子,真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跟Charlie Parker有關係,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他的傳奇故事吧。 Charlie Parker 在剛好一百年前,也就是1920年的8月29號, 出生在美國的坎薩斯市,Freeman Avenue 852號。 這個地方現在在Google Maps上面看起來是一片草地加上一個白色的小房子, 感覺是一個蠻悠閒的地方,不過也不知道一百年前是長怎樣啦, 他爸爸是一個鋼琴家兼歌手兼舞者, 媽媽是在西聯繪款公司工作這樣子。 Charlie Parker 是在11歲的時候才開始吹Soxone的, 根據他本人的說法他是一個練習狂, 我們來聽一小段他在1954年接受訪問的錄音, 訪問他的人也是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爵士音樂家叫做Paul Desmond。 另一個很簡單的雖然有一個奇妙的技巧是這跳明的技巧, 沒有太正式調 chord,不算而太有些產品。 也想到了他最終一個人會發揮的, 是的是哪些人會發揮的, 這是真的比較常修士學士, 是否這是哪些時代的か詳士或是從本來踏出的手套, 好,你做得很難 medium的答案, 我拿來反正的解答應為了什麼, 我看不見在一件可否有什麼很好, 不得到了,我看不見得有劑力的研究, 我看得上一下算是真是確實的, 因此,隔年隔年1935年的12月就決定休學去加入音樂家工夫, 開始當起全職工作者到處在坎薩斯市的爵士俱樂部演出賺錢。 你不覺得這個經歷跟蓋西文很像嗎? 100年前的15歲小孩都超厲害耶! 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是在1936年的春天, 那時候查理帕克才剛轉職業不久的時候, 有一次他在坎薩斯市的一個叫做Renold Club的爵士俱樂部參加的 Jam Session, 也就是所謂的即興演奏會。 說是演奏會其實也不是演奏會啦, 他其實就是一個給爵士樂手互相較勁切磋的殘酷舞台。 總之他在那次想要即興的時候,突然搞不太清楚和弦進行就給他跟丟了, 當時也在場的很有名的鼓手叫做Joe Jones, 就拿吊拔丟他的腳趕他下台這樣。 不過好在查理帕克還算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啦, 經過這個事件之後他反而是更努力的練習就變得更強, 而且在同一年的7月他還跟他的青梅竹馬結婚了, 這個時候他還未滿16歲而已耶! 才剛結婚不久,在1936年的秋天, 查理帕克跟樂團去演出的路上發生了車禍, 他斷了三根肋骨,而且脊椎骨折。 雖然命是撿回來了啦, 但是這場車禍讓他開始染上使用止痛藥、鴉片跟海洛因的習慣, 使他往後的生涯多了很多問題。 在1930年代的美國,正在流行的音樂是所謂的搖擺爵士樂, 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大樂團編制, 然後演奏那種很適合跳舞的音樂,差不多聽起來像是這種東西吧。 對於查理帕克來說,他覺得這種大樂團搖擺爵士樂這種東西太無聊了。 因為他是大樂團編制嘛, 你看那麼多人要一起演出,要能夠同步的話, 曲子通常都是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經寫好,就照著樂譜演這樣子。 雖然說他們還是會留一些段落給獨奏的人即興發揮啦, 不過即興的空間也不是非常大。 再來就是1930年代的爵士音樂,他的節奏跟和聲都還不是算很複雜, 他的旋律或是即興的內容也多半都是大小調音階或是和弦內的爬音, 那對於查理帕克這種每天練15個小時、樂理超好技巧超神的人, 完全根本就沒有炫技的空間。 所以他就一直想說要怎麼樣才可以突破, 他就在1939年去搬到了紐約,除了一樣到處去演出微生之外, 他也曾經因為想要究竟去觀察爵士鋼琴大師Art Tatum, 還去他演出的餐廳做洗盤子的工作。 查理帕克到了紐約的爵士圈,很快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像個小號手Dizzy Gillespie,鼓手Max Roach, 跟鋼琴家Bud Powell。 這些人就在紐約的爵士俱樂部當中, 把爵士音樂的和聲跟旋律觀念推上了另外一個層級。 很多我們現在熟知的爵士樂的特色,譬如說使用和弦的9度音、11度音、13度音、 各種變化音、替代和弦、各種用半音接繞來繞去的手法、切分節奏、 以及小樂團編制跟非常自由炫技的即興方式,大概都是從這些人開始的。 我們後來就把這種風格叫做Bebop, 台灣常常翻成跑博爵士或是咆哮爵士。 我接下來要放個十六小節的Charlie Parker的即興片段給你聽, 但是因為版權的問題我沒有辦法播原本的專輯啦, 所以我用鐵琴的音色做了一個Cover版給你聽, 這首曲叫做Confirmation,你在YouTube搜尋一下應該可以找到原來的專輯, 你可以一邊看著樂譜聽一邊注意裡面的和聲外音跟半音階的應用喔。 Charlie Parker 在原始的專輯裡面真的就是吹這麼快喔, 而且不要忘記他吹奏的當時是即興演奏,並不是已經寫好的譜。 你看他即興演奏還可以用這麼複雜的音,還可以合乎當下的和弦,根本就是太強了。 像這樣充滿半音階,而且又一直不斷綿延的旋律線條,大概就是Bebop風格最重要的特色。 那如果你聽過剛才這個片段,再回去對照一下1930年代的搖擺爵士樂。 你有沒有突然覺得搖擺爵士跟Bebop相比之下聽起來超簡單的,好像兒歌一樣的感覺? 雖然Charlie Parker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音樂家,但是他的個人生活其實還是有蠻多問題的。 我們前面不是說他出過車禍受傷嗎? 從那次車禍之後他就開始使用海洛飲,當然不久之後就染上毒癮了啦。 除了吸毒之外,他後來也有飲酒過度的問題。 在1946年7月29號,Charlie Parker 跟樂團之戰準備要錄製唱片, 在錄音開始之前,Parker 喝了將近一公升的威士忌才上場。 根據那張專輯所附的小冊子記載,首先他們演了一首曲子叫做Max Making Wax, 輪到Charlie Parker 獨奏的時候他竟然忘記出來,幾個小節之後他終於有發現輪到他了啦, 可是因為酒喝太多,站不穩,他就邊吹邊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晃著晃著竟然變成背對麥克風,你從專輯裡面還真的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變遠。 那到了下一首歌叫做Lover Man的時候, 那個唱片製作人叫做Ross Russell,必須要扶著他,他才能繼續吹下去。 那天如果最後一首歌叫做Bebop輪到Charlie Parker 獨奏的時候, 他又是吹了幾小節之後就開始搞不清楚狀況, 旁邊的小號手看不下去就對他大喊,吹啊!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沒錯,這場酒後錄音大混戰專輯,還真的有出版喔,你現在在Spotify 上面就可以聽得到。 雖然說整個錄音過程超級荒謬的,也有不少錯誤啦, 可是爵士大師Charles Mingus 依然認為這張專輯是 Charlie Parker 最好的幾張專輯之一。 我只能說,大師喝醉酒就是還是大師啦。 最後我要來介紹一個 Bebop 爵士音樂家很常用的重要技巧, 我們把它叫做 Bebop Scales,沒錯是複數的 Scale 加 S 喔。 Bebop Scales 就是一些把一般的音階,再多增加一個半音經過音的音階。 那至於說為什麼要把音階增加一個半音經過音呢? 我舉一個情況給你看,例如說我們現在的和聲是 C 和弦, 然後我想要從 Do 開始彈一個大調音階上去這樣子。 以一般爵士音樂來說,最常見的四四拍兩小節的情況就會變成像是這樣子。 你注意一下我們的旋律,出現在正拍也就是前半拍的音是誰? 第一個小節是 Do Mi So Si,剛好就是 C 的大七和弦, 所以跟左手的和弦算是很配合嘛。 但如果繼續爬上去的話,第二小節就不行了, 第二小節出現在正拍的音是 Re Fa La Do, 其實比較像是 D minor 七和弦,就跟左手的 C 和弦沒有那麼合在一起。 那你看音階往上的情況,至少說第一個小節還算合得起來, 但是如果要彈 C 大調音階往下就不行了。 你看音階往下的話,出現在正拍的音直接就是 Do La Fa Re, 那跟左手的 C 和弦就非常不搭配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 Bebop 音樂家們就在想說, 我能不能弄一個音階,讓它不管跑上跑下怎麼跑, 每一個正拍都剛好可以跑到跟和弦比較搭配的音呢? 結果他們發現很簡單,以大調音階來說的話, 就是在第五個音跟第六個音中間給它插入一個半音就可以了, 你來聽聽看效果。 那這個在第五、第六音中間插一個半音的大調音階, 我們就把它叫做 Bebop Major Scale。 你看這個音階,不管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每一個小節在正拍的四個音都是 Do Mi So La, 剛好形成 C At 6 和弦。 那這樣子的話,在即興的時候就變得很方便思考嘛, 因為你只要把這個音階練熟, 就可以確保你的和弦音都會落在正拍上面了。 那剛才說的 Bebop Major Scale 通常是用在大和弦上面, 那如果是小和弦的話,我們就可以用所謂的 Bebop Dorian Scale, 同樣的就是拿原本的 Dorian 音階, 然後在第七音跟第八音中間插入一個半音, 這樣子這個音階不管怎麼樣上下跑, 每一個正拍出現的音就只有可能是 Do、 降 Mi So 跟降息, 那就剛好形成 Cm 的七和弦, 所以在任何小和弦的情況都非常搭配。 Bebop Dorian Scale 其實還有第二種形態, 就是半音經過音也可以插在第三個音跟第四個音中間, 聽聽看這樣子的效果。 當然除了大和弦跟小和弦之外, 也有鼠和弦上面試用的 Bebop Dominant Scale, 他就是把原本的 Mixolydian 的音階, 在第七音跟第八音中間插入半音, 造成上下跑的時候, 每一個正拍出現的音都只有可能是 Do、 Mi、 So 跟降息, 剛好就形成 C7 和弦, 只是在鼠和弦上面當旋律很好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 Charlie Parker 的小故事, 以及很好用的 Bebop Scales 的課程。 如果你喜歡爵士音樂, 我們的兩廳院從八月十二號開始為期一個月, 會舉辦一系列的夏日爵士派對活動喔, 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話就到現場感受一下 Bebop 的魅力吧! 除了兩廳院之外,最後還要特別感謝贊助這部影片的好和弦會員, 一生賢明音樂工作室, 時光世偉, Taste of Life, 跟 Zida, 謝謝你們的贊助, 讓好和弦可以多活幾天喔! 今天就這樣,我是Vivy 觀眾朋友, 謝謝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 掰掰! biết, 但是會不會更進! 掰掰! 還是很進! 我們好進去! 關於 我們好進去! 關於 感谢观看